咱们今天来说说汕头223枪杀大案 这事发生在2017年2月23号 广东省汕头市朝阳区华旗村 这天早上八点多 有一个头上戴着红头盔的男的 骑着摩托车就来到了一户人家 这户人家大门是敞开着的 这个男的下了车直接就进了院子了 在进入大门的一瞬间 用手可就掏出来了别在腰那的手枪 在屋子里边看有一个女的正在祭拜祖先神灵 这男的朝那女的问了一句 朱荣在哪呢 这个女的呀 看见这戴着头盔的男的也没什么警惕性 还带着这男的走向左边的那间屋子 当把这房门打开的一瞬间 这枪可就响了 这个男的拔出手枪来 朝着前边这女人的后脑勺可就抠动了扳机 各位想啊 那枪响声可大了 邦的一声 这就惊醒了睡在屋里的另一个男的 还没等这人反应过来呢 戴头盔这男的对着床上那男的又是一枪 用枪打完了这还不算呢 又掏出一把匕首来 对着这中枪的男子啊 狠狠的又刺了几刀 整个过程 这戴头盔的男子 这凶手啊 那动作是行云流水 绝不拖泥带水 没有任何的犹豫 随后啊 这个凶手呢 走出了这间屋子 这朱镕家呀 房子挺大 除了这间卧室之外 还有两间卧室呢 先看朱镕进了一间卧室 在那待了那么一小会儿 又走出来了 又进入了第三间卧室 第三间卧室看了一眼 又出来了 最后啊 大摇大摆的从大门 就离开了 其实啊 这两个房间里面 还有别人呢 到底这俩房间里面是谁 为什么朱镕没对他们下手 咱们现在不着急 后边再说 整个过程啊 只有不到两分钟 可就死了两条人命啊 直到女死者的姐姐 来妹妹家串门 一进屋 哎呦 感情妹妹家出这么大的事啊 俩人都死了 随后啊 就立刻报了警 这死者家里呢 装着摄像头了 警方到了现场之后 把这监控摄像 导出来这么一看 也是无比的震惊啊 死的就是朱镕夫妻俩 而案发现场就是朱镕的老宅子 平时是三代同堂 到底什么人这么大胆子 带着枪直接找上门来杀人行凶啊 在卧室的梳妆台上啊 警方就发现了凶手遗留下来的三把手枪 还不是一把 是三把 三把枪啊 都是自制的那种钢珠弹的枪 显然这是故意的 目的就是把凶器留给警察 不用你们费劲巴拉的找了 这枪上是能提取指纹的呀 有了这指纹 要想查这凶手的身份就很简单了呀 所以警察也是百思不得其解啊 第一个为什么要杀人 第二个杀了人了 把枪留这什么意思 故意让我们找着他吗 随后啊 警察又调取了 装在家外边的监控 看到了这凶手的身影 就看见这凶手作案之后啊 骑着摩托车 在一百米开外的地方 随手扔了一个东西 随后警方在那处草丛里 仔细的寻找 终于找到了一个手机 打开手机这么一看 哎呦 里面的信息啊 让这警方心里边是更不踏实了 手机里边呢 有这凶手购买作案工具的资料 就显示他一共买了五把手枪 这让民警心里边一机灵啊 案发现场只有三把枪 说明这凶手潜逃的时候身上还有两把呢 带着枪的刚杀了人的 这可是危险人物啊 很可能会带来更大的社会危险 紧接着又在手机里边看到了一张照片 拍的是一张手写的纸条 上面呢简简单单的写了这么几行字 第一行写着 某某某偷情之恨陷害之仇 不共戴天 第二行 某某某夺妻之恨陷害之仇 不共戴天 第三行 某某某和某某某 我与你姐弟无怨无仇 你俩居然配合肩夫淫妇来害我 最后三个大字 杀无赦 还有三个感叹号 就这几行文字里边写了四个人的名字 每个人名后边 都是我跟你有什么仇 有什么恨 死亡的朱荣夫妇的名字就在上面了 尤其最后杀无赦这三个字 让警方心里是无比的紧张啊 这个人毫不犹豫的开枪就杀害了 朱荣夫妻俩 屋子里边没有任何翻动痕迹 没有任何财物丢失 还故意留在现场了三把手枪 还有一份复仇名单 还有那手机也故意留在了草丛里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 这个凶手啊 是主动向警方展示着他的作案动机 这是仇杀呀 警方呢 一方面开始调查朱荣的社会关系 还有结仇结怨的情况 另一方面呢 等待着手枪和手机上提取的DNA和指纹的比对结果 查这朱荣社会关系的时候就发现呢 这朱荣在村子里边口碑 一点也不好 跟他有矛盾的人呢 不少 这朱荣啊 有点渣男那个意思啊 跟好几个女人纠缠不清 所以要想着从朱荣结仇结怨对象里边找什么线索 也挺复杂 因为跟他有矛盾的人太多了 得亏啊 DNA比对很快出了结果了 这DNA啊 是村子里边一个叫刘强的人留下来的 这刘强2014年的时候因为吸毒进了戒毒所 两年之后才被放出来 在这期间呢 刘强跟妻子离了婚了 刘强的父亲啊 也因为悲愤交加吧 去世了 2016年出来之后啊 这刘强呢 就没回过村子 一个人在外边打零工 到底在哪儿 谁也不知道 现在嫌疑人的身份已经锁定了 但接下来还得研究啊 这刘强跟朱荣有什么深仇大恨的 怎么非得置人于死地呢 于是警方又拿出来那张复仇名单仔细的看着 名单上有四个人除了死的朱荣夫妻俩之外 还有两个名字就是刘强的妻子 还有刘强的小舅子 所谓的罪状很明显 这是跟乱搞男女关系有关的 所以警方以此推测 刘强之所以对朱荣下手 应该是怀疑朱荣和他的妻子有不正当的关系 并且自理行间的 还感觉是这几个人连起手来陷害他了 妻子出轨自己被陷害 这就是刘强的杀人动机 那么这背后到底又隐藏着一段怎样的故事呢 上期节目咱们说了 这刘强呢拿手机拍了那复仇名单啊 上边有他所有的作案动机 在纸条的下面呢还有一句话 复仇之事与任何人无关 均系我一人所为 看来呀 这刘强是处心积虑的实施复仇计划 现在他带着两把枪前逃 那名单上另外两个人现在是死是活呀 警方啊立刻沿路追踪刘强的下落 务必要在最短的时间之内把他缉拿归案 可是你顺着这监控查他吧 就发现这刘强有着非常强的反侦查能力 他呀先后通过换头盔 换帽子换衣服啊 换骑行路线等等手段干扰警方对他的追踪 而手机其实是警方特别好的一个追踪物件 对吧 因为你这手机得不停的跟基站产生联系啊 你得靠这基站给你信号啊 这就能锁定位置啊 但他把手机给扔了 他也不跟亲属联系 这就能够在最大程度上避免警方对他的追踪 所以啊 警方这就玩了命的查呗 这一查查了十天 这才最终发现刘强的身影 发现刘强啊 进入了一个菜市场之后就消失了 随后又拍到了 他上了一辆开往中山的客车 2017年3月7号 警方在中山的一个出租屋里面 顺利的抓获刘强 面对警察 刘强还是很诧异的 他呀 说为了复仇处心积虑计划了三年了 逃亡路线算计的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的 没想到案发12天就落网了 那么到底 这刘强经历了一些什么 来听听刘强怎么说吧 刘强说呀 所有的一切都得从一截烟灰说起 早些年呢 刘强的妻子啊 开过一个加工的小作坊 那时候朱荣呢 帮过几回忙 后来朱荣就特别喜欢到刘家串门聊天 有一天呢 刘强突然就在他们卧室的床边啊 发现了一截烟灰 这刘强自己他不抽烟的 他就感觉纳闷啊 媳妇也不抽烟的 那么是谁来家里抽烟了呀 你要是外人来了 你在客厅不就得了吗 来卧室干什么呀 怎么床边有烟灰呢 他就问他妻子 他的妻子啊 当时很冷静啊 感觉很坦然 就说刚才啊 朱荣来过家里 可能是他谈的烟灰吧 这刘强刚生气了呀 卧室这么私密的地方 朱荣为什么要进来呀 刘强呢 本身性格比较内向 疑心呢 也比较重 就觉得这事啊 不简单 当时他也没跟媳妇生气 也没发火 把这事就记在心里了 从这儿 刘强就认定了 朱荣一定和自己的妻子 发生过什么 没事啊 就喜欢翻翻床底下 翻翻各处角落 希望能找到证据 当然 这都是刘强的猜测 妻子和朱荣 有没有私情 他呢 始终没找到实质性的证据 这朱荣啊 也不自觉 还是时不时的来串门来 刘强呢 因为没有实质证据 也是隐忍不发 表面上啊 这还是朋友啊 还是乡亲 这就是为什么啊 在那复仇名单上写着 夺妻之恨 偷情之恨 别忘了 夺妻之恨 偷情之恨 后边 还有一行字呢 是 陷害之仇 那这陷害 又该怎么说呢 这跟后来发生的两件事有关 第一件事啊 还是跟烟有关 这一回呢 朱荣又到他们家玩来了 随手 递给了刘强一根烟 刘强他不抽烟呢 这朱荣也不是不知道 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非得给他烟 刘强本来不打算接过来 但朱荣呢 很热情 来一根来一根来一根 那就接下来吧 刘强点着烟之后 抽了一口 就觉得太不舒服了 随后就在那挖挖的打吐 刘强就认为 朱荣这烟是有问题的 他之前可不吸毒 从这根烟之后 可就有了毒瘾了 他认为这根烟 是他染上毒瘾的源头 第二件事 是一杯茶 这回朱荣到刘强家里边打麻将 这时候啊 刘强的妻子 还有小舅子 也在牌桌上 四个人一块玩嘛 打了一会儿牌 妻子起身 冲了四杯茶 随后把其中的三杯 放到自己面前 弟弟面前 还有朱荣面前 只剩下刘强的那一杯 他的妻子啊 先拿着茶杯去了厕所 回来又把茶杯 放到刘强身边了 刘强说喝下那杯茶 就觉得头晕目眩 他就认定那杯茶有问题 一定也跟自己 染上毒瘾有关 没过多久 刘强就因为吸毒 被抓进去了 在这期间 咱们也说了 他的父亲也去世了 在这牢狱之中 刘强反复的琢磨着 这一切都是朱荣 还有我的妻子陷害我呀 这对狗男女啊 我要报仇 2014年 刘强从戒毒所就被放出来了 从那天开始 可就筹备起了复仇计划 其实在案发之前的一年时间里 刘强实施过两次枪杀了 但都没成 2016年2月份 一切都准备就绪了 刘强带着枪来到朱家大门口 但朱家大门紧闭 刘强没进去 那就算了吧 下回再说吧 又过了一阵 刘强跟踪朱荣 来到了一家茶楼 他呢紧跟着就也进了店里了 可进来之后 没看见朱荣 也就算了吧 这两回都没成 但刘强也没放弃 我必须得报仇 终于让他逮着机会了 案发这天早上 刘强来到朱家 顺利的就进入屋里 杀害朱荣两夫妻之后 先是进入了左边的一间屋子 里边呢 有一小孩在哭着呢 是个三岁的孩子 刘强啊 下不去手 他还怕那孩子从床上掉下来 还下意识的想去扶一把呢 随后走出房间 来到第三间屋子 也是一间卧室 一个七八岁的女孩 盖着被子睡的箱着呢 刘强举起来手里的匕首 犹豫了一会儿 还是没刺下去 后来刘强说呀 他呢 被那个三岁孩子的哭声触动了 原本他是想灭这朱荣家满门的 但是看着无辜的孩子 他选择放过孩子 至于复仇名单上 他妻子跟他小舅子俩人 刘强是打算过了这段风声之后 再去杀他俩 但是 哪想得到啊 还没复仇完呢 他呀 就让警方给抓住了 那现在该来说最后的疑问了 到底这朱荣有没有陷害他呢 那根烟和那杯茶有没有问题呢 朱荣死了 已经是死无对证了 但不管怎么说 刘强处心积虑 枪杀了两个人 这罪行不可谓不严重啊 最终 刘强也因故意杀人罪 被判处死刑 咱们今天说的这案子呀 发生在广东省韶关市翁原县 2015年8月11号晚上 这翁原县公安局指挥中心呢 接到了一个奇怪的报警电话 电话里面呢 隐隐约约的就能够听到 报警人的呼吸声 各位想啊 平时咱打电话 要想听出来呼吸声不容易呢 这能够明显听到呼吸声 证明呼吸的幅度啊 还是比较大的 但是这人没说话 一分钟以后 这电话可就断了线了 民警啊 也感觉纳闷 但人家不说话 你也不知道什么事啊 你怎么问 那边都没回应 只能把这个电话作为无效警情 来进行登记记录 就在这街警员 放下电话的同时 在翁原县城的一处居民楼里边 一个叫夜小玲的女人 拿起了电话 在过去的这几个小时里啊 他一直心神不宁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丈夫 黄桂平 失联了 怎么联系 也联系不上 黄桂平呢 是韶关市的一个企业家 俩人这都结婚十多年了 这黄桂平啊 从来就没有不接电话的情况 八月十二号一早上 黄桂平还是没回来 叶小玲就意识到 哎呦 这一宿没回来 这不对啊 立刻就赶往丈夫干活的工地 可是一推开工地外边的铁门 叶小玲啊 就被眼前这一幕给惊呆了 一推开门呢 就看见黄桂平趴在地上 浑身是血 赶紧的吧 报警吧 接到叶小玲的报警电话 指挥中心呢 立刻通知了现场附近的龙先派出所 前去调查 可是 到达现场之后 民警发现这事情啊 远比想象之中的 更加严重 到了现场 趴在血泊之中的是黄桂平 同时呢 这路上啊 有血迹 顺着血迹的方向 警方不得勘察吗 走到工棚那的时候 在沙发上 发现还有一名死者 是一名女性死者 一下子死俩人呢 事态太严重了 翁原县公安局刑侦大队立刻赶到了案发现场 案发现场呢 就是一处临时搭建的简易工棚 位于翁原县一处购物广场旁边 这个地方呢 紧邻着一片农田 很开阔 平时啊 除了在工地干活的工人之外 很少有人会到这 但是今天赶上这俩老板都在这 很快警方呢 就确认了两名死者的身份 男性死者就是叶小龄的丈夫黄桂平 而女性死者是黄桂平的生意伙伴 叫徐凤 经过初步的尸检 法医呢 也判定了死因 致命伤就是在颈部的那一刀 哎呦 那个伤口特别的长 看上去就像是砍击造成的 除了两名死者脖子上相似的致命伤之外 在黄桂平的脸上和身上 法医呢 还发现了多处锐气伤 这很有可能是黄桂平在抵抗的时候 对方统刺所形成的 这宫棚里边啊 有非常明显的打斗痕迹 屋子里包括屋子外边 地面上到处都是杂乱的血迹和足迹 这就能够反映出来 当时死者和凶手之间的搏斗 还是非常激烈的 技术人员呢 还发现这两名死者脚上都没穿鞋 俩人的鞋就摆放在沙发旁边 那么这鞋是出事之后凶手把他们鞋脱走的 还是案发的时候他们就没穿鞋呢 警方一看没穿 为什么呀 因为鞋上没沾着血 这么乱七八糟的一个现场环境 对于勘察人员来说 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技术人员呢 把屋子里边屋子外边的足迹都进行了提取 不放过任何的蛛丝马迹 现场遗留的光脚的足迹都是男性死者黄桂平留下的 根据地面上留下的足迹来分析啊 这黄桂平是在受伤之后试图追赶凶手 而女性死者徐凤呢 受伤之后啊 基本上就待在原位置 没怎么动 这黄桂平呢 是受伤之后从房间里边走出来 到了走廊的时候 血迹就有中断 然后在走廊上面就死了 离黄桂平趴着的地方不远的一个地方啊 技术人员呢 还发现了一把沾满血迹的水果刀 民警就推测 这极有可能是凶手遗留在现场的凶器 可是尸检之后 法医啊 给出了不同的意见 因为当时 一看这死者的伤痕 骨头都被割断了 不像是平时看到的那种 捅刺形成的创伤 水果刀 它没那么大的力气 你顶多是把皮肤啊 软组织啊 气管血管啊 割断了 这可能把骨头给砍断了 不可能 根据死者脖子上伤口的情况 法医就认为 凶手作案的时候 所使用的最起码是菜刀 或者比菜刀更大的这种刀具 而这把水果刀 很有可能是受害人抵抗的时候 所使用的 也就是很可能是黄桂平用的 经过初步的现场勘察 除了一枚可疑的足迹 还有这水果刀之外 警方啊 没有太多的收获 这凶手 是怎么一下子 把这两个成年人都杀死了呢 到底是单人作案 还是多人作案 这黄桂平和徐凤出事之前 在这宫棚里边是干什么的 为什么连鞋都没穿呢 警方发现在现场 两名死者的手机还在 这女性死者徐凤 平时戴的包也在 宫棚的门窗 非常的完好 锁呢 也没有发现被撬的痕迹 房间里面 除了打斗造成的这种凌乱之外 也没有被翻动过的痕迹 根据法医推测 被害人的死亡事件 是在前一天晚上 一男一女死在同一个屋檐底下 这就容易让人有一些联想了呀 所以种种的流言蜚语 在翁原县城 可就流传开了 警方通过了解 这黄桂平和徐凤俩人呢 在生意上做伙伴啊 合作已经七八年的时间了 关系一直很密切 俩人之间呢 也传出来过一些绯闻 一男一女 晚上在同一个房间里面 那么会不会是因为感情方面 哎呦 他们两个会不会是死于情杀呢 警方对两名死者 各自的夫妻关系展开排查 黄桂平和妻子叶晓玲 结婚十多年了 关系呢 一直很和睦 根据叶晓玲的说法 案发当天呢 他一直跟黄桂平的妹妹在一起呢 也就是跟自己的小姑子在一起呢 直到第二天早上 发现了丈夫的尸体 这才报的警 那徐凤这边呢 徐凤的丈夫啊 叫丁立民 根据调查 警方发现 丁立民在和徐凤结婚之前 就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 在案发之后 辨认尸体的过程之中 丁立民还是有一些反常举动的 这也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丁立民到了案发现场 还没进现场呢 差不多离着还一百米左右的时候 趴在地上 哇哇大哭啊 根据民警的回忆 当时丁立民 瘫倒在地上的时候 也没进屋子 也没见着死者呢 更不能确定死者 是不是自己的妻子 哎呦 难道他哭的时候就知道 自己的妻子 已经遇害了 那正常人来说 你最起码得确认一下吧 心里还是抱着侥幸心理的呀 这时候警方就认为 这丁立民有点做作了 所以呢 开始把他当成一个重点调查对象 来进行摸牌 可是在对丁立民 案发前后的活动轨迹 进行摸牌梳理之后 警方呢 也没发现任何疑点 丁立民在11号案发当天 去过的每一个地方 都有人能够为他作证 虽然丁立民本人呢 并不具备作案时间 但是他的嫌疑 仍然没办法完全排除 有的民警啊 就提出来一种可能性 会不会是雇凶杀人呢 也有人提出来 既然这两名死者是做生意的 那会不会在生意上 跟什么人结了仇 这才招来横祸呢 可是 现在种种的猜测 依然只是猜测 缺乏足够的证据支撑 随着现场勘察的逐步深入 更多的线索呀 浮出水面了 在女死者徐凤的首期通话记录里 民警有了新的发现 各位 您还记得 咱们开头的时候说的 这110指挥中心接到的那个没人说话的报警电话吗 那正是徐凤打的 可是在整个通话过程之中 徐凤都没有开口说话 这时候警方推测 当时他是不是刚好受伤 已经发不出来声音了 徐凤报警的时间是晚上10点08分 当时他已经奄奄一息了 那么作案人的作案时间一定是在10点08分之前 根据这个时间点 警方对案发现场周边的监控探头啊 就展开了调查 在附近100米左右的地方呢 有一个探头 正好这个探头也是正常运行的 由于案发时间是晚上 这探头也不是那种高清的 所以拍下来的呀 还是比较模糊的 在反复观看了10点08前后的这监控画面之后 民警也没发现什么异常 随后警方呢 又把监控画面的时间点继续往前推 在晚上9点半左右 有一个可疑的人影 进入到了探头的视线之中 那个人呢 走路特别的慢啊 还是一个人 他也不是说跟别人聊天啊 或者有什么事儿 就是慢慢悠悠的走来走去 与此同时 警方还发现了女被害人的身影 女被害人呢 是先往案发中心现场这边走 然后紧跟着 这个慢慢悠悠的也往那边走 就跟在这个女被害人的后面 随后到了案发中心现场附近的时候 又出现了男被害人的身影 9点32分的时候呢 这女被害人跟着男被害人就向宫棚那边走过去了 当然后边还尾随着疑似嫌疑人啊 但是两名被害人呢 应该是没发现后边还有人呢 随后啊 他们的身影就消失在了阴影之中 这监控摄像头就拍不着了 民警啊又立刻调阅了工地另一侧的监控画面 9点33分的时候 画面上一片漆黑的宫棚突然亮起来两块白光 通过和白天的监控画面来进行比对 就发现这两处白光是从第二间房子的门窗透出来的 灯亮了 这就意味着被害人已经进入了房间 这男被害人也就是黄桂平 是这工棚的老板 那女被害人呢 是等到男被害人黄桂平来了工棚之后 她才能够进入工棚 于是警方呢 再次对案发时间点10点07到10点09之间的监控画面 进行了反复仔细的研判 侦察员认为如果画面中徘徊着尾随着被害人的那个男的就是嫌疑人的话 那么一定能捕捉到他进入案发现场的踪迹 那么监控中的这个人是不是真凶 他又是不是徐凤的丈夫所雇佣的职业杀手呢 咱们呢 接着来说 在监控录像之中 10点08分就是报警时间前后 一个转瞬即逝的细节被民警敏锐的捕捉到了 一个模糊的黑影啊 进去了 没一会儿灯光就变黑了 这就应该是关上门发生了打斗 而开门的人应该就是那个在现场附近徘徊的可疑男子 这个发现也印证了警方先前的猜测 这一名男子具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从画面的阴影里啊 侦察员就隐约的感觉这个身影 这回移动的速度就很快 进入了工地旁边的农田 然后迅速的逃离现场 从嫌疑人进入案发现场到离开 画面之中啊 这光黑了又亮了又黑了 这光影变化之间仅仅间隔了不到70秒 也就是说 作案时间是很短的 杀人的手法是干净利落 刀刀致命的 于是 这警方就联想到 这会不会是职业杀手 而根据现场勘察的情况 凶手和死者之间有过激烈的打斗 短短70秒的时间杀死两个有防备的人 这凶手是怎么做到的呢 您还记得吗 咱们之前节目说了 法医认为啊 这死者身上的这致命伤 应该不会是用水果刀所形成的 因为他没那么大的力气 但是法医随后又进行了尸体解剖 经过解剖 这时候发现啊 从这伤口深处 能够看出来 确实是属于刺切窗 也就是说 如果用那把水果刀 以极快的速度 极大的力气 是可以形成的 凭借伤口的形状和深度 法医对嫌疑人的体貌特征 也进行了初步的刻画 首先凶手力气非常大 平时应该会从事一些体力劳动 或者说平时会经常健身 但让警方感觉疑惑的是什么呢 这监控画面里出现的可疑男子 跟法医刻画的嫌疑人特征不符合 从视频来看 这人的身材啊 还是比较瘦弱的 这样身形的人 怎么在一两分钟的时间之内 杀死两个 身材甚至比他还强壮的人呢 大家就有所怀疑了 随后呢 警方也对水果刀进行了检验 在刀尖的部位啊 发现了两名死者的DNA 而在刀柄遗留的血迹之中 还检测出来了另外一个人的DNA 这证明 这第三个人当时也受伤了 也流血了 这就极可能是嫌疑人留下的 外围的现场勘察 很快也印证了法医的结论 根据监控录像 警方判明了嫌疑人的逃跑路线 技术人员在地面上啊 就发现了很多低落状的血迹 一直通过血迹追踪到农田 过了农田沿着小路又进入到一个村子 进入村子之后不远 血迹消失了 警方判断这儿很可能就是嫌疑人的藏身之处 民警呢立刻在村子展开了走访排查 很快有一名摩托车司机向警方提供了一条重要的信息 司机说呀 案发当天晚上 他曾经搭载过一名受伤的男子去医院 他还讲到了一个细节是什么呢 说这个人呢 一开始让这师傅呢 带他去小诊所 但结果太晚了 街边上的小门诊呢 基本上都关门了 没办法 这才去的县人民医院急诊科 警方立刻赶到了翁原县人民医院 查看了挂号记录 发现在案发当天晚上11点多 一个叫和兵的男子 在医院急诊科 包扎了伤口 警方找到了主治医生 来了解情况 据医生回忆 说那个人呢 右手的食指和中指有刀伤 腿部呢 也有磕碰的痕迹 当时啊 大夫也问 哎呦 你这伤怎么弄的呀 他就说呢 是在钢筋厂被钢筋给弄伤了 那医生看着 当时就感觉怀疑 但是呢 嘴上也没说 他那伤啊 看着就不像是钢筋弄的 明显是刀伤 显然 他是撒了谎了 但是大夫人家也多一事 不如少一事呗 警方立刻调取了医院各处的监控录像 寻找和兵的身影 通过辨认 在医院内外的两处监控画面里 警方都捕捉到了和兵的身影 通过仔细的研判比对 警方发现在案发现场附近提取到的监控力 进出案发现场的这男子啊 身材比较瘦小 而在医院的两处监控画面里呢 这个叫和兵的人明显要壮实的多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在医院包扎的视频呢 看的是很清晰的 一看就是很强壮 比较魁梧的一个人 这样警方就开始怀疑了 这俩人是不是同一个人呢 因为通过监控画面能看出来 进出案发现场的就有那一个黑影 而在医院发现的这个人 又符合法医的推断 但是通过监控画面比对吧 这俩人肯定又不是同一个人 身材不一样 那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 眼瞅着案件侦破总算有眉目了 线索又中断了 2015年8月13号 面对着中断的线索 专案组呢 对案情重新进行了梳理 根据法医之前的推断 凶手应该是比较壮实的 那么这就跟和兵的体型刚好吻合 到底进入案发现场的 那个身材瘦小的人是不是和兵 警方啊出现了分歧 通过反复的讨论 民警提出了另一种可能性 会不会是因为夜晚光线不好 再加上监控摄像头角度的问题 导致案发现场的监控画面 发生了变形呢 为了印证这个假设 专案组决定 对案发现场监控当晚的情况 进行一个重新的模拟演练 在民警里边啊 找一个跟和兵身材差不多的人 选择在案发那个时间段 有着相同光线条件的时候 去现场走一下 当这个体型比较胖的民警 刚一出现在监控画面里 专案组的民警恍然大悟 那么胖那么壮的人 怎么在那一走 显得那么瘦呢 通过反复的试验比对 已经能够基本确定 进出案发现场的可疑男子 应该就是和兵 于是民警立刻对和兵展开调查 和兵说呀 他是在工地弄伤的 又联想到案发现场 他不是往那个农田方向跑吗 过了农田市村子那村子旁边 就有一个工地 警方带着医院的监控截图 就来到了案发现场附近的工地 经过辨认 工地的负责人说呀 哦 这是和兵 他平时呢 就住附近的村子 虽然跟着我打工七八年了 可最近呢 也不知道怎么了 突然就辞职了 这工头呢 还说了一情况 哎对了 他呀身上有一张卡 是他在工地附近一家超市办的卡 专案组呢 立刻对和兵居住的出租屋 还有附近的超市 展开走访 在距离和兵住处不远的超市里 就调取了和兵会员卡的消费记录 发现在案发前一个星期左右 他来过这超市 买了水果 还买了一把水果刀 通过比对 民警确认和兵购买的水果刀 和案发现场提取到的水果刀 完全一样 可就在这时候 另一组民警 传来让人失望的消息了 想找和兵 找不着了 在案发当天晚上 已经离开了出租屋 民警呢 就让房东 把那房子打开 在卫生间里边啊 就找到了和兵换下来的衣服 还有鞋子 都泡在卫生间的一个水桶里边 经过比对鞋底的花纹 和现场提取的鞋印 完全一致 至此警方终于确认 本案的犯罪嫌疑人 就是和兵 2015年8月16号 案发之后的第五天 此时的和兵 已经逃往了江西 但是经过警方的连续奋战 还是把和兵 顺利的抓获归案 抓住和兵之后 又对他进行了DNA的采集 和案发现场那把水果刀上的血迹 来进行比对 最终证实 这DNA啊 完全吻合 在铁证面前 和兵对自己的犯罪行为 共认不讳 那么这和兵 是不是这徐凤的丈夫 雇佣着来杀这黄桂平和徐凤的呢 和兵一交代啊 让这警方都感觉有点不可思议 他说呀 那天晚上他喝了点酒 就有那种冲动啊 他说呢 就看见一男一女进入工地之后 就怀疑他们是不是要发生点什么不正常的关系 就想进去里边恐吓一下他们 然后呢 勒索一点钱财 在徘徊了很久之后 终于锁定目标了 黄桂平呢 年纪比较大 徐凤呢 又是女人 他本以为可以顺利得手 没想到 却遭到两个人激烈的反抗 他一进到那房间呢 直接就问 你们什么关系啊 恐吓人家的时候 黄桂平脾气也挺大 拿起凳子来 就砸合兵 同时还让徐凤报警 见徐凤拿起手机 合兵啊 当时就慌了神了 随后举起来手里的刀 就挥向了徐凤 然后 黄桂平大喊一声 这合兵呢 就从侧面 侧了一下 把黄桂平刺伤之后啊 慌张之下 赶紧就跑 警方推测 黄桂平在被刺伤的情况之下 还打算追赶凶手呢 但最终因为失血过多 倒在了宫棚外边的过道上 当时徐凤啊 被割了一刀 可能没有立马断气 短时间内拨通了110 但因为受伤的地方是脖子呀 脖子让人砍断了 发不出来声音 根据合兵的供述 他说呀 没想到会走到如今这一步 是一时冲动 才酿成悲剧 在短短不到70秒的时间里 残忍的杀害了两个人 那为什么没有对现场进行更多的翻动 因为他太害怕了 当时就顾着跑了 但是顺手带走了黄桂平随身携带的手包 一念之间 杀害两人 走上了不归路 最终合兵也被依法判处死刑 是最终合的 作词